明天就是冬至了 冬至是一年之中 日照最短 黑夜最长的日子 许多人都会在冬至这天 吃汤圆暖暖身子 县议员李品阳也特别在 寿风乡沁天宫举办了 搓汤圆的活动 邀请到社区妈妈与小朋友 共同回味这民俗活动 同时也宣导 从神减碳指前集中烧的环保仪式 古代人将冬至视为过年 吃汤圆象征和亲友的团圆 也代表着增加一岁 每逢冬至各大甜品店都会出现 常常的排队人潮 有些家庭则是会找亲友 一起搓汤圆 有圆满好兆头之意 县议员林品阳特别争取预算 进行的社区搓汤圆宣导环保活动 并推广中华文化与老习俗 今天非常高兴 又能够跟我们社区 还有跟我们村长庆天宫 那一起来协力 举办这次的搓汤圆活动 那特别要感谢我们环保局在这次啊 那也大力的支持我们的这次的经费 那同时也透过村长 那宣导我们所有平时在生活之中 要重视的环保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冬至人团圆 那冬至也议会者即将12月到来 也即将跨越新的一年 那品阳一直以来也带着感恩的心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平和村的各位乡亲好朋友 各与平阳的支持以及鼓励 那进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参加活动的也有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毅 以及代表会主席郑勉香 县议员林平阳服务中心 执行长张怀文 寿风箱长曾淑毅等民意代表 冬至是一年之中 日照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 阴阳交替之时吃下汤圆 也有用圆迎接洋气的吉祥之意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